第1号 湖江赛区的选拔赛正式开始 好了 我第1号第1号已经开始了 第1号 刚说的事情想要买机票算了 买机票是什么吗 第1号 第2号 不想大家不开心 第2号队长请你选择 第2号队长 不同意是吗 不同意 为什么他们总要针对我们计划队伍 我觉得友谊破裂了 毕竟还是个最好的朋友 对抗着这件事不能发生的 我真的没有努力完成生活 我后悔 今天我们集资少年设置组来到了成都市湖江县 湖江县地处成都平原南远 风光秀丽 气候依人 有着美丽湖江绿色典范的美称 湖江赛区 共有近千名学生 参加此次急速少年的活动 整个活动将分为八进二选拔赛 急速城堡淘汰赛两个阶段 最终从上千名学生中选出32人 代表湖江赛区 参加急速少年第四季总决赛 各位亲爱的同学们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毛毛虫 阔小雷 大家好 那么下面我就宣布 急速少年第四季湖江赛区 八进二的选拔赛正式开始 八所学校的代表队将以28人 29足的形式进行50米进跑 通过对抗赛 复活赛 半决赛和决赛 四轮抵拼 决胜出两支队伍进入急速城堡 首先要进行的是对抗赛 第一个出场的是北街小学 站在队伍最右侧的男孩叫张俊祥 与其他同学不同 张俊祥参加急速少年 有一个特殊的原因 当时为什么你想要参加急速少年 想购了脚筋啊 我猜这样可能有啊 老师和同学们并不知道 张俊祥如此渴望获得到奖金的原因 并不是因为家里缺钱 而是他要实现心底里一个一直以来的愿望 就为什么机票去找妈妈 张俊祥所在的北街小学代表会 平均年龄小 平均身高低 面对有备而来的西来学校 张俊祥和队友们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有同学的绑带掉到了地上 还有点本质的 好 有同学的绑带掉到了地上 西来学校中途绑带掉落 根据规则他们必须回到掉落地点重新起跑 这也就意味着顺利跑完全程的北街小学 率先取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好 我们第二个队参与已经开始了 两个路的速度是两个期 好 非常为主打 一二一 重新二两个十二一 基本上是齐一 二二一 十二一 开始了 这是我们今天领带最后一几个队参 在对抗赛中跑出全场最好成绩的西南小学 与北街小学 甘西学校 大唐学校顺利晋级 西南学校和实验外国语小学 也在此后的复活赛中成功复活 这一轮张俊祥所在的北街小学 面临的是与他们实力相当的大唐学校 如果他们没有赢下这场比赛 张俊祥找妈妈的月貌就要落空了 加油 加油 搁就位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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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铭球的宝购掉了 有铭球的宝购掉了 有铭球 有铭球 一一一铭球的宝购掉了 好猛 西南小学在所有参赛学校中实力最强 也是张俊祥和队友们 最害怕遇到的一个对手 此前跑出全场最好成绩的西南小学 如果顺利赢下这场比赛 张俊祥和队友们在北街小学 就会在下一轮与这支禁律正面对抗 来就位 一二 一二 好了 我们第三轮比赛的第一组动作已经开始了 两个地方不同的共环都还在比赛整齐 好 好 有同学的港带票了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一路所向披靡最有希望多冠的西南小学 竟然在中途摔倒了 高手对决一点点的失误都会前功尽弃 好 西南小学同学们继续想中途中途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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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了不可怕 孩子们有比赛他就有赢有输 是不是 过了之后就会好了 好了 干系同学们和西南同学们的比赛已经开始了 目前是我们的干系同学们联系 好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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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对抗赛 复活赛和半决赛的比拼 北街小学 甘西学校和实验外国语小学的队伍进入决赛 接下来他们将依次进跑 勇时最短的两支队伍获得进入急速城堡的资格 实验外国语小学刚刚战胜了实力最强的西南小学 此时他信心被增 气势正胜 这让张俊祥感觉到他们有可能进不了急速城堡了 来 准备 此小少年 一望无前 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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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备 一号 好了 实验外国语小学同学们已经开了大队的这一跑 一号 我们都不成功的步骂非常地整齐 一号 马克星较到冲场了 加油 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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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西学校成为本次比赛最大的黑马 而对张俊祥所在的北街小学和实验外国语小学 他们还能延续不败的战绩吗 好了 张俊跟冲天队学同学们的这一跑已经开始了 冲天他们的步骂平均还是不错的 这位在最后的超市阶段 加油 稳住 在最后晋级的三个学校中 张俊祥所在的北街小学被很多人认为是靠运气 在前面的两场比赛中都是因为对手的绑带意外脱落等失误 他们才轻松取得了胜利 这让张俊祥和队友们都十分不服 他们憋着一股劲 要向所有人证明他们实力 要向所有人认为在最后向所有人认为在的干润 第二两两三分这一步 第二两三分这一步 第二六三分一步 就像当男女认为在这一步 下一步 最后加上大一步 一步 准备 最后一跑也已经结束了 那现在呢 最后一轮的成绩就在我的手里 首先 浦江县实验外国语小学同学们的 最后一跑的成绩是 11秒18 掌声送给你们 浦江县甘西镇九年制学校 同学们的成绩是 10秒89 祝贺你们 那么究竟是北街小学同学们 能够晋级 还是我们实验外国语小学同学们 能够晋级呢 北街小学最终成绩是 10秒44 恭喜你们 不过成绩之后我们获胜了 我当时真的是快要疯了 不想让大家不开心 二号队长请你选择 三次先 不同意是吗 不同意 为什么他们总要针对我们 这个队伍 我 明年是将军藏的 高学们中心 的 我 不过成绩是 无打算 当然 我 你 城堡是什么样的 我印象中的城堡是三角形的 高大的 五颜六色的 很豪华 而且高端大气 应该是有旋转的走廊 很大很大的客厅 警示也和家一样的 有很大的反差 张俊祥出生没多久 父母就离开家乡买出打工 因为父母很少能同时回家 所以至今张俊祥都没有一张渴望的全家服 他有什么意义呢 一家团具 这一次来到极速城堡之前 按照规定 每名极速少年只允许带三件最喜爱的物品 张俊祥特意剪下了自己的照片 做了这张自制的全家服 他希望自己在极速城堡的一切 都能和父母一起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极速城堡中将会选出八名队长带领队伍参加比赛 其中四名队长将由导演组根据队员们平时的表现和老师推荐决定 其余四名队长则通过同学们自建并投票选出 第一个 刘亦欣 我非常激动因为我没有想过他们会把我选择的队长 为什么是我 我当时还以为是王嘉宇呢 王嘉宇是我们试验室的队长 主制能力啊什么的就比我 比其他人都还好 谢谢你们把我选成队长 然后我会付出这份队长的力量去完成这份任务 干啥呀 上上去啊 恰老婆 你松开我 你松开我 我拜我松开你行 但是你别动 我不动 不可能 我不动 不可能 我小时候去当过马戏团 马戏团里面那个小丑很受人欢迎 所以说我就想做个大家心目中的小丑 让别人去重视我 那刚才我们已经公布了在导演心中 四个队长的人选 那么还有四个名额 有没有谁觉得自己要当队长 还有没有 最终 王家宇 国柳 王璇 庞宇山 获得了同学们的认可 高票当选队长 至此八名队长全部产生 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由队长带领各自队伍 经过颠球接力赛 三项拔河 八人绑腿跑 三个环节的较量后 最终选出四支队伍 共32名队员 进入到最后一跑环节 在最后一跑环节中 32名急速少年 在经过半天训练后 必须在15秒之内完成50米 绑腿跑 他有资格代表浦江赛区 参加极速少年第四季总决赛 最终谁能成为这32个幸运儿呢 盯球接力赛 队长首先从起点通过 无功爬的形式 将球运到指定位置 然后群队成员一起进行盯球 最先盯够20个球的队伍获胜 本场比赛考察的是 队长的下肢力量 和群体队员的团队协作能力 知道自己要与郭柳的团队对抗 张俊祥在赛前显得非常担心 因为郭柳不仅本人是个名副其实的全能选手 而且他的组织能力也是毫不逊色 在急速城堡中 郭柳是大家口中的别人家的孩子 我实际上是帮领的名列前毛发 就是前一二的样子 我觉得我有这个能力 带领他们进入总决赛 一二三走 一二三走 他们的球打的都是非常低的 不能打太高 因为刚才我们的力量不足嘛 我们想我们输地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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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走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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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一些 好凶 ição 心裡拍你們 親密 考前奏 要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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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正式比赛之前 刚刚组队成功的几族少年们 经历了一场独具当地特色的考验 甜字成诗 八支队伍经过激烈比拼 最终郭柳和王嘉宇的队伍获胜 赢得了功能卡 这张功能卡将带给他们再次挑战的机会 即从此前获胜的四支队伍中 任意挑选一支进行挑战 这对郭柳和王嘉宇来说 无疑是反败为胜的机会 他们究竟会选择挑战哪支队伍呢 王璇曾是学校里的替补队员 很少正式上场比赛 2号队长请你选择 3号欢 3号队长抢 在选队员时 王璇更是不被大多数队员看好 但是先 不同意是吗 你不同意 为什么他们总要针对我 每继续队伍 我们好了 我挑向2队 我就觉得2队主义先弱 我们上了一定的优势 我这个队长你来做什么选择 我挑战8队 我选2号的话 但是他们又选了 实在没办法 选择8号队 因为他们队的队长 给我的关系比较好吧 当时我觉得很难过 毕竟还是我最好的朋友 对抗着这件事 不能发生的 如果我们赢了 他们会很伤心 如果他们赢了 我们会很伤心 所以说这个友谊就会破裂 上一次我们胜利了 就是说我们就有了信心 我觉得我们是会赢的 好 小姐,快去哪儿 你哪儿接手呢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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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俊祥队和王嘉宇队几乎同时颠倒了18个 究竟谁能取得这场比赛的最终胜益呢 面对实力强劲的郭柳队本来就不自信的王璇心里更加美丽 最终郭柳挑战成功 张俊祥也保住了自己胜利的战绩 朱普斯yard来表了自己胜利的战绩 雷尔 神仙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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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什麼什麼 也不是以後都不能參加 明天會再參加 我明天會再參加 我明天再來 明天再參加 明天再參加 就是我看到我的好朋友 我要走了我就覺得特別不開心 就是感覺少了一個傾訴的人 所以說我就不希望怎麼走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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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或许很残酷 但只有在认识失败的意义之后 才能成为真正的强者 暂时的别离 对这些急速少年们来说 只是人生中的一个逗号 当他们走出急速城堡之后 门外是一个新的故事 在等着他们 接下来进行的是第二轮比赛 三项拔河 比赛规则 本轮比赛中六支队伍将两两结盟 组成三支联盟队 两个队长分别站在队伍的两头 队尾的队长先要拿到鼓锤 率先将鼓敲响的联盟队伍获胜 获胜的联盟将直接获得 进入总决赛的资格 本场比赛考验的是 队员们的下肢力量和团队协作能力 这场比赛对张俊祥来说至关重要 张俊祥希望与好朋友王嘉宇接盟 这样更便于沟通 但队友们却更看好实力强大的郭柳队 郭柳对自己团队的实力非常自信 在他心里最佳的搭档是李嘉璐队 可当他前去找李嘉璐商量结盟的事情时 却得知李嘉璐已经和刘易新队结成联盟 有了郭柳队这样强劲的队友 张俊祥对这次比赛充满了信心 是 王琦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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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一开始 张俊祥队和郭柳队的联盟 就展现出强大的爆发力 他们的力量都很大 有些时候根本就拉不动 还务力烦了 我的单位是一个男生配一个女生 因为女生的力气比较小 男生的力气比较大 这样子来跟对话 他们的力量就均匀了 张俊祥与郭柳都非常可谓胜 张俊祥想要见他妈 郭柳想要注意自己 虽然内地不同 但为了同一个美妖 他们拼尽全力 我从来没有猜猜过他身边 我们就很快点了 我们就很快点了 我从来没有猜猜过他身边 我从来没有猜猜过他的身边 可能会输吧 其实他在那个那个时候 我们就很快点了 我们就落途 就给你了 我从来没有猜猜过他身边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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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水 小姐 你们快点来 比赛结束后 张俊祥一直非常自责 他觉得之所以失败 是因为自己不够努力 而且还拖累了锅柳团队 妈妈 怎么了 干吗哭了 我喜欢你 你好好跟妈妈说话 把眼泪擦干 我真的没有努力 我真的没有努力 那你下一次就要加油 然后就可以完成任务 知道吧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好不好 好 不要哭 妈妈跟你说过 你是男孩子要坚强 在任何时候都不要流眼泪 知道吗 我没过 只是蚊子飞进我眼睛里了 我会努力的 我会让我的这份努力 出乎你的意料 我会在家里等你回来的 八人王腿跑 将最终考察极锁少少年 心理和体能的综合能力 本轮比赛将采用三局两胜制 八名同学完成五十米王腿跑 率先到达终点的队伍 获胜 最后一场比赛至关重要 可是对于张俊祥的团队来说 却有一个最大的软碍 因为我们对了一个辅助队员 他跑得比较慢 是比赛那天我们一个同学生病了 老师只是为了凑个人数才叫我来的 我从来没有参加过他们的训练 其他队伍都已经顺利跑起来了 而自己的队伍连步子都没调整好 这让张俊祥非常担心 黄恩物说吧 各就位 12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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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就位 一二 一备 我们对了一个辅助队员 我从来没有参加过他们的训练 因为我在脚上沾满了离弱 所以我摔了一跤 当时我就非常想哭 我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似的 因为我连累到大家 如果没有的话 大家说不定就是第一名了 因为自己在这缺了一跤 你觉得是自己的错吗 不是你的错 加油 不哭 我是队长 然后他们是我的同伴 我不能让他们哭 不让他们把我看成一个 没有用的队长 加油 第二场比赛对张俊祥的队伍至关重要 如果再输一次 张俊祥的队伍将彻底无缘总决赛 在他心里 见妈妈的心愿也无法再实现了 用尽了最大的努力 第二场仅仅跑了个平局 接下来还能否创造奇迹 张俊祥并没有轻言放弃 他仔细地检查着队友的绑带 准备背水一战 接着就位 伊阿 预备 加油 听到 叶而 叶而 叶啊 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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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会轻易放在我的墓上 很累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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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张激烈的角逐之后 我身边的32名急速少年 已经顺利集结 他们就是即将代表蒲江赛区 将要参加我们第四季 急速少年总决赛的队员 在最后一跑环节中 32名急速少年 在经过半天训练后 必须在15秒之内 完成50米绑腿跑 才有资格 代表蒲江赛区 参加急速少年第四季总决赛 跟就位 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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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 参加急速少年 这是一个很好锻炼的一个机会 我会跳拉丁舞 我觉得很开心 因为我天天都和我的队友和同学一起 一二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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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照片堂上我写的是 希望我和我的所有好朋友都不要分离 我愿意带着我好朋友的希望和寄托 在这里努力地走下去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最后一次我们成功了 是因为我们收获到了团结的力量 只有团结我们才能成功 一二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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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最后一把的行李是12秒95 恭喜你们 恭喜你们 还是我们奇速少年的那句口号 奇速少年 勇往追前 加油 加油 奇速少年的比赛已经结束 奇速少年们也都回到了学校 恢复了平静的日常生活 但奇速少年的故事并没有结束 有请勇往张绝将出去 谁要你加入复活者联盟 你将和其他赛区的队员 一起参加奇速少年第四季总决赛 诶 这不是我影响画的吗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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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全国总决赛 白州选拔赛现在开始 对 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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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怎么办 你要偷气里面吗 这个不积极的话 什么影响 赵 resisting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带着天地的波澜 你忘记了我 我忘记了你 灿烂的欢笑 开心的呼吸 你忘记了我 我忘记了你 力量缠绕着力量 少年战风向前奔跑 奔跑相见 向前奔跑 分享一样的远方 你是一个自己 我是一个自己 同在一个蓝天 拥有彼此的心意 云彩浪漫的天空 等待我们去偶像 幻想触摸 心裙激荡 期待着天地的波澜 你忘记了我 我忘记了你 灿烂的欢笑 开心的呼吸 你忘记了我 我忘记了你 力量缠绕着力量 少年战风向前奔跑 灿烂相见 向前奔跑